來到2021年的第一集 息賺 我們請你繼續是安宏 投資總監兼香港大學房地產及 建設系客席副教授楊書建立 Fiktor 我和你總結一下 過一年高息股的表現 以及接下來給大家提示 如何去選擇相關的股份 Fiktor Hello Candy Hello 我們先用彭博中端機 都是篩出來 根據市值1000億 股息率三里或以上 篩選了30隻港股出來 但是30隻當中 不是每隻做得好 全年來講 有正回報只有兩隻 分別是中信建投和龍湖集團 其他28隻股份 全年平均股價要跌接近兩成 有些更加跌得厲害 比如中海外、中海有、中交建 中信股份 他們累計跌幅更加超過四成 名副其實是甚麼呢 就是賺了息、蝕了價 Fiktor 為何解讀 這批股份過去一年的表現 為何有些人跌得那麼慘 有些人是能夠又賺息又賺價的呢 我想最主要都是跟大市氣氛相關 因為去年當然不僅是香港 全球的股市都是跟疫情 帶動了很多不同的板塊 變成你看到新經濟的板塊是做得好一點 但是因為傳統上新經濟的股份普遍都不是那樣派息 這是全球也是的 所以就變成很少那些新經濟的股票 可能有很多其他整個行業的變動 變成就令到他們更加不做好 好 如果要分行業去看 其實全線的股價都要負回報 即你有息賺 但問題是股價方面就下降了很多 尤其是你看到工業的板塊 其實全年累計股價跌成差不多38% 這幅圖給大家看到 左邊就告訴大家他們的息率有多少 而橙色的條包告訴你 就是價格的變化 即價格全部倒下來了 雖然你有股息 有些都未必定得住股價的下跌 究竟今年的展望又怎樣呢 是不是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是不是仍然都好像你這樣說 那些無色派新經濟股的天下呢 如果真的無色派這些科技股就跑出了 但是有一批股民就真的是很忠誠 要穩定的收息 高息的股是他們的情義結 那麼今年的策略 應該要做這些調整吧 我想舊經濟股那個最弱勢 最壞的時候 怎樣都應該過了 因為你看到去年11月 一出了有些疫苗的消息之後 其實你看到那些舊經濟板塊已經開始反彈 反彈得最快當然就是 大家都明白 一定沒有新經濟可以取代到的板塊 就升得最快 你看看的話就是 例如航空股 例如酒店股 因為你暫時經歷整年的疫情 你都沒有一件事真的代替到那個旅遊 那些你看到11月已經是彈了兩三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舊經濟最差的一步已經過了 但是我們要選擇的就是 在這麼多不同的衣食住行的需要裏面 有哪些是真的因為新經濟吃了進來 就是疫情之後都會改變 而最簡單就是你想想網購 他們因為準備了整個網購業 來講準備了十幾二十年 香港的話可能他們那些已經 都可能準備了幾年 幾年投資了幾億 就變成一個疫情迷路 他們可以冒起得這麼快 那些就未必在疫情之後都會萎縮 但是有些其他的仍然可能會 那些呢 那些呢 你見到其實這個列表也是對的 我們這個列表也是對的 相對跌得少的地產、金融等 暫時來說新經濟都取代不了他們 然後反彈他們應該會反彈得不錯 好 那些房託呢 你不斷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房託是有些機會在裡面的 其實是亞太區的房託指數 還有一些以大型股的高息地產股 其實大家應該怎樣去選擇這些地產股 因為Victor你也說到 其實裡面也有些是包含一些 新經濟的成份在裡面 是啊 其實因為我們說房託都自己在裡面轉型 這個就是回到的 theme 就是板塊其實都是說一些很高層次的需求 衣食住行欲落 但是怎樣去解決這些需求 才是新舊經濟的爭端 所以你看到房託的話 尤其是全區來看或者全球來看 它是開始出現有數據中心 有物流 有鐵塔 所以你看到這條數字是很明顯的 就是今年整個亞太區的房託指數 其實只是微跌了3.5% 相對大市 相對我們看到那個銅子的地產板塊 是真的跑贏了 如果跟美股的有息的板塊去比較 其實似乎美股那邊好像都比港官這邊做得好 譬如你拿兩個板塊來看 譬如你通訊的板塊 其實香港跌了34% 但同期來說 美股通訊率的ETF就升了差不多2.7% 至於香港的工業股份就跌了37% 反而在美股那邊的工業率的ETF就升了10億% 為什麼這兩個板塊 香港這邊會這麼落後於美股呢? 是呀 因為其實始終回到去的道理就是 板塊的東西它是滿足需求 所以在美國那邊 它的新舊經濟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它的通訊類 包括有舊友的迪士尼 那些是舊經濟 但是同時也有Facebook Alphabet Google Netflix 全部都放進去通訊股 所以你看到就是 它在通訊股裡面的新經濟跑 就帶動了整個ETF 或者整個指數上升 這個概念我們覺得 都會迎延持續的 尤其是當有某些項目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通訊 其實另外一個就是 非必需的零售 那些其實都已經去到的階段 就是新經濟已經很 是那個板塊的一部分 那些其實整個板塊來計 是會照樣做好的 反過來我們這邊亞洲 這邊也好香港也好 就要看看我們在不同的sector 這些板塊裡面 我們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可以在怎樣改變了 競爭裡面都繼續做到 但是有一個板塊 其實港股和美股全年都要跌 講的是那個能源板塊 那港股的能源分類 其實去年雖然你說 因為它倒了 所以那個股息率有成十里那麼多 但問題是那個股價 價格來說要跌幅超過兩成七 至於美國那邊 美股能源類的ETF 去年也累計下跌了33%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全球能源的價格 尤其是你見到油 其實都跌得很急的 那今年如果大家經常說 一些復甦的主題概念 即是可能那個商品 或者能源的需求加快的時候 其實今年這些能源相關的 ETF或者股份 會不會有追落後的機會 其實我自己是比較看得淡的 這件事都說過幾次 但是今天就拿回兩宗 可能大家錯過的新聞出來 一宗就是其實 日本有兩個日系的財團 住友和關西 它將澳洲的一間煤電廠 其實是新的 2009年才建好 2009年才營運 即是現在十歲左右 它在9月的年報那裡 將整間電廠撇值 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今年加上去年 除了Tesla之外 其他大廠做的電動車 已經達到四十幾款 所以這兩件事 我覺得 可能疫情當中大家錯過了 但是其實這兩件事 證明整個能源板塊動得很快 所以我覺得 就算生存到 就算石油天然氣 那些繼續是我們的能源 一大部份也好 將來都會 將來未來幾年 都可能會面對要做多很多基建 另外很熱 大家經常說電動車 看到Tesla股價不斷創新高 可能這件事 都在蠶食傳統能源的需求 是啊 Tesla 當年只有一間Tesla 其實它只是佔了整個 它的汽車銷售 只是所有汽車銷售裡面的3% 但是當你由那個加到 一間車廠幾個車款 去到現在 去年加上去年 是十幾間車廠 四十個車款的時候 可能你會很快 突然間 在一兩年之間 你會由3%的市佔率 上到不知幾% 十五號二十號 去到那個階段的話 就真的會影響了 整個全世界對石油的需求 因為就算它們充電 也是要靠電網也好 最少它們就會再燒油 變了很多這些東西 可能是一兩年之內 就會看到 會不會更多的煤廠 會不會電動車 一賣就賣開滿堂紅 然後就賣到變成汽車銷售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這些全部都會影響到能力冷快的做法 又是新舊能力之爭 所以就會影響到整個冷快點體 好,謝謝Victor 大家留意著哪位是贏家和輸家 謝謝Victor 色鎮來到這裡